今天的天气会再迎来一波转变 在清晨来说 仍然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最低温出现在马祖7.5度 不过白天开始之后 就会是周六大降温之前 最明显回温的时候了 主要就是因为北方大陆高压 东移出海 那么冷空气就会减弱 各地温度今天都会回升 北部整天温度在20度上下 那么其他地方大约来到23到25度之间 比较舒适 不过由于南海北部到台湾的上空 逐渐有一些不稳定的波动在发展着 因此今天水气量变多 我们回温却伴随着豪雨来袭 看到了宜兰县目前是发布了豪雨特报 那么在基隆北海岸双北地区 则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当中 电量降水就进一步看到了 迎封面的北部东半部 整天都还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 不过在基隆北海岸 中北部还有大台北地区 这些地方降雨是比较持续性的 也要留意大雨的出现了 那么中南部今天云量稍微的增多 中部地区还有在南部的山区 可能有一些局部零星飘雨的机会 那么并且水气条件配合之下 高山公路夜间结冰几率高 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今天还是有降雪的几率 行车用路请多加小心了 那么走势 明天来说星期五波动发展出低压 伴随着封面的结构通过了台湾 全台都有一波降雨的机会 而且要留意短时比较强的雨势 而封面通过之后 就要准备迎接北方冷空气再次南下 明天入夜开始 温度就会很明显的下滑 到了星期六 整天都受到寒流的影响 中北部的温度一整天都会一直下降 北部出现短暂阵雨 那么湿冷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明显 到了晚间低温可降至10度左右 那么中南部在周六雨停了 但是周六的午后到隔天的清晨 中南部的温度也会急速的下降 到了星期天可以说是寒流发微 全台冷嗖嗖 清晨全台各地低温都可能降到10度以下 那么北部整天都在7到10度之间 中南部的最低温则是落在了下周一的清晨 辐射冷却之下 这个平地的低温可能降到只剩8度左右 不过周日当天也会明显地由湿冷转为了干冷 那么寒流影响时间可以说主要就是在星期六 星期天这两天了 到了下周一白天开始温度回升 各地都是行到多云 不过虽然回温了体感都还是偏冷的 保暖工作还是不能中断 因此小丁宁温度真的非常低 建议这几天要多加留意年长者 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患者 还有婴幼儿都要特别的加强照护了 接下来带你关心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